2016台湾国际竞技龙舟锦标赛 27日在福禄溪竞赛水道开幕竞技 民众涌入福禄溪观赏精彩的龙舟赛事 并游览陆港古迹军美 福禄溪这个水域适合符合国际标准的龙舟比赛的一个水域场地 所以我们在端午节龙舟的传统龙舟比赛 我们改成夜间龙舟吸引很多的乡亲来这里观赏 那这一次竞技龙舟的比赛也获得很多的国际的一些队伍 像日本、美国、福利宾、新加坡等等地区的国家来参与 从16队慢慢震震震震震到现在194队 如果明年度再增的话我可能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大家的踊跃的参加 那我现在跟大家抱歉一下就是说 今年的小龙我日以继月的在修理 我一直在弄想把它弄好一点 由于说我们的器材上有一点问题 所以大家就将就一下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明年可以更好的器材 第四届国际竞技龙舟比赛 共吸引55个团体194队参加 除了国内众多龙舟竞技好手外 也包含香港、新加坡、日本、中国等国际队伍同场较劲 县福希望透过办理各项水域活动 鼓励全家大小共同参与走向户外亲近大自然 同时让民众观赏竞技龙舟比赛的同时 感受彰化民众的热情与活力 公英频道江华允陆港采访报道